大家好,我是一期跟大家分享金钱树 那么在这个冬至养护金钱树呢 我们就要预防好它的叶片出现发黄 那么我们要如何预防呢?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首先呢,当我们的金钱树像这样子 它冒出了侧芽非常多 而且它的叶片非常翠绿 但是呢,在这段时间养护不当 那么就容易出现叶片发黄 那么我们要如何给它预防叶片发黄呢? 第一,水分 因为金钱树的枝杆还有根部的球径 能储存大量的水分 就证明这种植物呢 我们不宜给它浇水过多 如果浇水过多也是容易出现叶片水亡的现象 第二点,养分 因为在寒冷的冬季 如果温度过低,它生长的速度比较慢 那么我们给它施肥的话 就建议大家不要使用一些无肌肥了 因为无肌肥肥效比较猛 那么就使用一些有肌肥 像一些肌粪呢,或者是羊粪 这种羊粪呢,是经过风干符收好 而且它里面含的腐质剧 或者是一些营养物质是非常全面的 那么使用的方法也是比较简单 只要以捡埋的方式就可以了 就是在这个盆土上来大概挖三到五公分左右 之后呢,再直接把它散入这个羊粪 然后再给它回一次薄薄的土养 这样在后期续放羊粪的时候呢,就不会浪费 也不会伤害到这些新苗 羊粪的能量比较高,可以抵消一些寒冷 那么这个金钱树呢,它就会正常的生长 也不会引起肥力过浓 导致它出现叶片发黄的现象 第三点呢,就是预防虫害了 虽然在冬至虫害是比较少 但是呢,它冒出的侧芽比较多 为了防止一些虫害,啃食这些新苗的话 我们可以给它喷洒一些带生母心 因为带生母心它是一种类似型的杀菌药 只要给它喷洒了,就在脊柱里面 表层形成了一层保护膜 保护整个脊柱,不被一些虫害来滋咬 在这个冬季给它使用羊粪的话 因为它肥力温和,而且呢 肥效也是比较起久的 不用经常给它施肥 这样就能过完一个冬天了 好了,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